人生在世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还是人没死钱就花完了呢 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说 这个从十多年前的小品中衍生出来的问题 可能还有着更令人痛苦的第三个被选项 人没死钱也不少 但你花不出去了 大家好我是国言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最近在俄罗斯的卫星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近期向媒体透露 俄罗斯正在和印度进行磋商 希望将俄方手中持有的印度卢比 转换成其他货币 这笔钱大约有数十亿卢比 目前都在俄方的银行账户上 为什么俄方突然间就急着 要把账户里的卢比兑换成别的钱了呢 因为印度的季风风向变了 在拉夫罗夫对外放出这次消息之前的大约十天 印度媒体印度时报 曾经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 说俄罗斯现在很急着将手里的卢比花出去 因此积不择实的搜罗 印度市场上可以采购的几乎一切 还算有点价值的商品 哪怕是俄罗斯自己都很饱和的各种农夫产品 还有塔塔和马恒达等 印度车企生产的工艺品质 直逼中国城乡结合部老年代步车的汽车零部件 俄方一样愿意照单全收 没办法 谁让印度的出口实在是太弱了 能打的拳头产品几乎没有 最能帮印度政外汇的海外侨工俄罗斯又买不了 所以只能是有什么就买什么了 就算是自己不太需要的农夫产品和质量感人的汽车零件 那也总比烂在账面上的一串阿拉伯数字强吧 然而每次一聊到印度的故事总要跟着然而 虽然俄方已经在印度面前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的交易请求 最后还是很有可能会在印度吃鱉 因为按照印度政府的说法 他们目前面临着西方的制裁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越来越多的印度银行和商户已经不敢再经手和俄罗斯有关的账 否则分分钟就有可能会被西方连人代号都给你疯了 而且就算还有印度银行和商户敢于硬着头皮富贵险中求 考虑到卢布和卢比本身就不是太稳定的货币 汇率波动太大 有时候一桩买卖核算完光是汇率上的损失就高达4%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更别说是印度人 所以这事儿真不能怪印度政府 是吗 印度政府真的就和这件事情没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要这么想的话 那可就太天真了 别的不好说 要说这波西方制裁的纸老虎本质国际上是谁先看透 并巧妙的利用了规则漏洞去钻返乡控制的 印度绝对属于头一批 在去年俄乌冲突打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 印度什么时候喊停过对俄罗斯油气的进口了 没有吧 不光没有 而且加量加码 在西方红线的边缘反复试探 大号特号俄罗斯等边的羊毛 这个套路完到后来 印度政府都觉得不过瘾了 索性干起了倒买倒卖的勾当 直接把进口的俄罗斯原油 在国内做简单加工勾兑之后 反手就以高得多的价格 卖给正在因为能源短缺 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欧盟国家 欧盟国家虽然对此心知肚明 但人在屋檐下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么大桩跨国倒卖的生意 印度都能干得风生水起 现在俄罗斯要用自己卖油气给印度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卤饼去买回点蔬菜水果 印度政府却和我说怕银行账号被西方查封 不敢 别说是俄罗斯人了 换我 我也不信 但是你信不信都没用 印度政府现在就是算死了 俄罗斯没有后招 所以才敢这么明着给你白铺 你俄罗斯银行账户里那堆阿拉伯数字 他再怎么着也是卢比 你要跟我闹掰了 这笔钱可就彻底成了烂账了 到时候找天王老子来给你兑换 不不好使 不要以为俄罗斯手里现在攥着的卢比 就只是拉夫罗夫提到的那几十亿卢比 这笔钱折算下来就几个亿的人民币 这只是小头 真正的大头来源于多年来两国在做进出口贸易时 积攒下来的一堆旧账 俄罗斯对应贸易长期顺差 而且是大顺差 因为俄罗斯的军火能源和主粮 常年都是很受印度欢迎的大宗货物 但是印度除了美元外汇 却没有什么能让俄罗斯感兴趣的 这要是换在以前 你印度的美元外汇不够了 还可以先记着 等什么时候有了 再还也行 但现在这个奢账的玩法肯定是不行了 别说美元 欧元也不行 所以俄印两国的货币往来 就只能被迫收束到 卢布和卢比这两种本币上 如果以本币来计算的话 有一种说法是 印度现在可能欠着俄罗斯上万亿 甚至是数万亿卢比外债 这不我没有找到可靠的信源所证 所以我在这里持怀疑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 别管它是多是少 那也是辛辛苦苦卖油卖气 挣回来的钱呢 总不能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打水漂了 我一个大妈都能嗅得出味道不对 更别说俄罗斯政府了 春江水暖 拉夫罗斯突然选择在这个时候 用几十亿卢比的小盘子来试探印度人的反应 看起来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突兀了 我相信在看这期内容的大部分同志和朋友 应该都和我一样 每天的烦恼基本上都是由钱该怎么挣 这个大命题所引发的 月光族和学生党就不说了 要还房贷车贷的也不说了 哪怕就是现在什么债务也没有 卡里还有个小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积蓄的 在这种时候一般是没什么心思去搞分散投资和多元理财的 理由很简单 你手里笼共也没有几个鸡蛋 就算找来了那么多篮子 你也放不下 但俄罗斯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别看俄罗斯过去一年来在乌克兰打的那就一个交心了 可是在能源领域 哪怕是备受西方的挤兑和制裁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还是创下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绩 换句话来说 至少在能源创收这一块 俄罗斯是不差钱的 莫斯科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是 怎么把赚到的钱用起来花出去 以前卖能源走账比较简单 就收美元和欧元这俩比较坚挺的就完了 可欧冲突爆发之后 美欧都不带着俄罗斯一块玩了 美元和欧元俄罗斯属于是既赚不了也花不出去 所以过去这一年俄罗斯赚到的钱来源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有中国的人民币 有印度的卢比 有巴西的雷亚尔 还有阿联酋的蒂纳尔等等 五花八美 不一而足 按理说 这些钱就算没法变成美元和欧元就这么存在账上 到时候和对应国家做买卖 根据货物价值再把对应的数字扣掉 也算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 我们的昆仑银行这些年和伊朗做生意所采取的思路 就有点像这个 但是这种搞法对相关国家的家底则有很高的要求 人民币有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背书 你拿着人民币过来 基本上想买什么工业制成品都能买到 巴西虽然去工业化多年了 但是好在初级原料足够丰富 雷亚尔和粮食或者矿石绑在一起都可以接受 至于蒂纳尔就更不用说了 有了石油 谁还怕你换不到钱呢 但是印度的卢比是特殊的例外 因为印度真的没有什么家底子可以拿出来为他背书的 除了印度人那张嘴皮子 衡量印度卢比的购买力 主要依靠的是玄学 属于是你相信他有购买力 他就有 不信他就没有 不信的是 现在的俄罗斯明显信不过卢比的购买力 所以才急着要把账户里的那笔卢比换成别的什么钱 那到底要换成什么钱呢 拉夫罗夫没说 但我倒是在俄媒今日俄罗斯的官方微博上看到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简单概括下来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还是人民币乡 俄印暂停卢比结算谈判 这可不是我胡说的 这是人家今日俄罗斯自己拟的小标题 光看字面意思好像满满都是乐子 可实际上只有了解了俄罗斯曾经吃过多大的亏 才会体会到这背后其实全是心酸泪 因为这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勾党 印度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俄罗斯干了 早在30多年前 苏联濒临解体的那阵子 印度就曾经抓住过苏联因为通货膨胀 而导致卢布大幅贬值的绝佳契机 用相比贸易货物 主要是各种武器装备和工业设备 本身的实际驾驶低得多的价格 一下子还清了在冷战期间 拖欠苏联的一大笔债务 而印度用来偿还苏联债务所支付的 就是当时已经贬值到快和废纸差不多的卢布 这一通操作下来 印度人老是把头顶的大石头给卸下来 可对苏联来说那就是雪上加霜 原本八十年代末 苏联的经济就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原本还指望印度这个在冷战中 相濡以沫了几十年的老朋友 能在关键时刻拉老大哥一把 没想到在井里熬了半天 最后就等下来块大石头 到九十年代初 早已疲软不堪的苏联经济终于绷不住了 镰刀斧头旗 从克里姆林宫的穷顶上缓缓落下 红色地坡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在回首这段往事时 后世很多人包括俄罗斯人自己 有会把责任归结到苏联自己身上的 有会把矛头指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 甚至还有会给我们也扣一点大帽子的 但是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其实在莫斯科最最寒冷的那个夜晚 在那群趁着他最虚弱的时候捅了他一刀 还把他最后一点救命钱给抢走了的强盗里头 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印度 三十多年前的昨天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启程转合几乎雷同的剧本 印度无非是把卖拐的套路赶成了卖轮椅 还是把俄罗斯给装进去了 有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是该感慨防不胜防 还是爱奇不争 但是吧 依照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了解 他们在吃过这么大的一笔亏之后 以后是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补回来的 我之所以敢这么断言 是因为这个推断的背后 同样是有着过往的现实案例作为支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俄印之间那笔著名的 印美元买航母军购案 这个事情估计很多喜欢军事的同志和朋友 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 但是我为了方便更多对军事不太了解的粉丝 更好的了解来龙去脉 这里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桩旧文大约发生在2004年 那时候的印度还没有自主建造航母的能力 想要获得航母只能靠买 一手的航母太贵 技术又太敏感 印度很难直接从西方购得 西方也不怎么愿意卖给印度 所以印度这一时期在国际市场上 基本上只能是淘点二手货 而且虽然口头上说是国际市场 但当时手里有二手航母可以让印度挑的 其实也只有俄罗斯 赶巧那会儿俄罗斯缺钱缺的厉害 反正苏联解体之后各种载卖椰田的事情也没少干 而且2000年左右的俄罗斯海军也用不上两艘航母 所以俄罗斯人盘算了一下 觉得这桩买卖能做 所以一来二去就和印度人打成一片了 俄罗斯人向印度推荐的是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服役的一艘老航母 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给他换了个新名字 叫戈尔什科夫号 这艘航母论辈分比咱们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还大一节 因为用不起再加上没钱保养 所以戈尔什科夫号到了2000年之后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 要是印度人不过来接这个盘 俄罗斯海军有很大概率自己都要把他拖去拆船厂 大卸八块 印度人虽然贪 但是印度人不傻 就戈尔什科夫号的那个品项就印度人做买卖时讨价还价的那嘴功夫 这一刀下去要是不直接给你俄罗斯人砍到脚踝 这桩买卖就算他印度吃亏 可令印度人没想到的是 俄罗斯人这回居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说话 要是这艘航母你包了 我只象征性收你一美元 翻修改装和置办各种配套装备的钱 咱再另算 保证你物超所值 绝不多花一分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种一块钱买卖的大头都出在那个另算里头 印度人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层 但是他们合计了一下 给戈尔什科夫号翻修要大约9亿美元 另外再置办点飞机和武器什么的 往多了算最多也就15亿美元吧 这个价格说实话和便宜二字已经不太沾边了 但是考虑交易的对象毕竟是航母这种极度特殊的稀缺商品 属于过了这个村也没有这个地的那种 所以印度人最后咬咬牙同意上了俄罗斯人的船 上了之后就发现上当了 戈尔什科夫号的改装工作进展的相当不顺利 工期不断言误不说 期间还有各种大小问题层出不穷 而且无论出的是什么问题 俄罗斯人最后都能给印度人绕到底加钱 这三个字上面来 而且俄罗斯人在耗印度羊毛这件事情上 还是特别有耐心 每次要加钱绝不开口多要 就用一把钝刀子慢慢割 日期越累下来 等到戈尔什科夫号的改装项目完工 整个工程的耗资已经上升到至少超过23亿美元了 超支幅度高达53% 才超支了区区8亿美元和美国比当然算不了什么 但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印度 而且还是2000年之后头10年的印度 俄罗斯人硬是能从铁公鸡的身上拔出一根金毛胆子出来 这都不能说是单纯的技巧了 这已经可以算作是某种艺术了 我不知道俄罗斯人以后还能不能在印度人的身上再次复现 1美元卖航母这样绝佳的营销案例 但我相信经过了这一次的信誉透支之后 俄罗斯往后就是想在金砖和上河这样的组织里 把印度搬出来抬一抬身架 心里也得多犯几个嘀咕了 有了这样那样的前车之鉴 回过头来再看今日俄罗斯那条近乎于自嘲和戏谑的简讯时 我们其实就能察觉出俄罗斯人类隐藏在自理行间的微妙情绪起伏了 人民币争相很有可能并不只是今日俄罗斯为了迎合我们中国受众所特意使用的接地气的表达方式 而是终于成为了俄罗斯试了又试挑了又挑 避无可避之后所给出的最终答案 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答案都是唯一没有之一 把鸡蛋分散放置在多几个篮子里 有时候也未必就是最佳的风险投资策略 要是你挑中的那几个备选的篮子都是用印度的亚麻编制的 我觉得还不如干脆把蛋都放在中国这一个竹框里 无论如何你至少不用担心这些鸡蛋它们用不出去 人总得摔过几个跟头才能学会走路 但愿这是俄罗斯摔的最后一个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